OK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去回顾了一下这个呃这个命令的用法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去完成我们的第二模式的部署 那么先清空一下规则防止有救度规则影响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稳定性对不对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去添加自己的规则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下再去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编辑哎我编辑我们的什么呢编辑我们的user下的local下的rfbin下面的什么哎这个脚本 OK然后呢把这条命令贴过来我们来看我们第一条应该先做什么哎 ipvsadmin-a添加一条什么虚拟服务器的记录 然后呢-t去指定一个tcp对不对tcp那么tcp就是什么呀 ip和端口ip是哪个ip呢我们的vip端口是哪个端口呢80端口 然后呢-s-s是什么-s是我们的轮巡加权轮巡对不对 加权轮巡那么我们也可以去指定你的权重也可以不指定权重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下权重哎指定权重对不对 哎那么后边当然了我们是在后边真实服务器指定的对不对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我们的虚拟服务器指定了 我们就应该指定什么呀就指定我们的真实服务器了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呢跟老师一块敲 dollar ipv就是ipvsadmin 然后呢-a对不对-a指定一个什么指定一个真实服务器 真实服务器然后呢-t指定的是什么呀指定的是哎TCP协议哪个vip呢 dollar vip这个ip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200然后呢冒号80端口 然后呢同学们大家不要忘记这个-r这个-r对不对 这-r什么意思呀-r的意思就是指定一个我们的后端的真实服务器 哎真实服务器是哪个呢dollar$RSE $RSE 冒号80对不对冒号80那么同学们这里如果说你担心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你给他加个大括号这个咱们的show的一些功能大家没有忘了对不对 那当然了我们的冒号他不会出问题 所以说这里我们不加也行上面呢老师就可以加了对吧好的 然后呢 哎 空格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后边可以指定什么 也可以不指定 杠G指定的是什么呀 杠G指定的是DR模式 我们同学们 我们说这个是默认的 对不对 这是默认的 然后呢 杠W指定的是什么呢 指定的是我们的权重 对不对 权重 OK 那么这里呢 同学们 杠G指定的是我们的这个DR模式 杠W指定权重 权重为一 权重为一 对不对 好 那么是这一条 那么下面那一条呢 我们说和上面这一条 它的配置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哪不一样啊 只是IP不一样 对不对 IP不一样 OK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IP不一样啊 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要通过同一个 这个DR分发器的规则来去 这个分发请求的 对不对 那么后面的权重 那么我们这里假设 老师同学们 老师这里假设呢 我后面的那一台服务器 它的性能更好一些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权重改为二 咱们把权重给它改为二 那么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分发器的配置呢 就完成了 对不对 分发器的配置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和我们这个 是一样的 哎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看看是否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比对 对不对 比对一下 我们看到 应该跟我们看到的差不多 对不对 OK 那我们把它去删掉 然后呢 同学们 我们保存一下 哎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去进行后面的配置 这里我们给脚本设权 执行脚本 然后呢 等等的 这个这些步骤 同学们 同学们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为什么把它配成一个脚本呢 难道说我们后面 每一次都需要重新配置吗 同学们 这里 老师要说一个什么呢 我们有 这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再开机启动它 但是呢 那样的情况 没有我们这种情况更稳定 也就是说 我们脚本的形式呢 可以更加保证 每一次 当我们的服务机 当掉了 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 导致当机 那么每一次启动之后 我们脚本的形式呢 都可以让它更加稳定的运行 哎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使用脚本的形式 哎 首先呢 我们先给它加一个权限 权限 这些是mode 然后呢 755 优子下的 Local下的 并 sd下面的 哎 我们的脚本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它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的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由 然后呢 再看一下我们的ip 再看一下我们的ip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执行一下脚本 sh 执行一下脚本 执行 然后呢 我们看到成功断开 又成功的连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路由 哎 我发现路由是不是多了一条呀 对不对 同学们 哎路由多了一条 然后呢 这个ip ip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哎 这里呢 多出了一个ip 这个ip呢 就是我们的vip 哎 就是我们后面要去进行测试访问的那个ip 哎 客户端去访问的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呢 哎 我们来去配置我们的第二台 第二台是哪一台呢 第二台是我们的这个real server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配置这一台real server这里呢 我们同样要去安装这个软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也需要将修改它的ip地址 哎 那么大家可以呢 去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个 哎 我们的这个原理图 对不对 OK yam install-y net-code 好呢 这里呢 我们顺手把这个第三台也给它装上 好的 这里的网速稍微有一点慢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通过脚本的形式来去完成 这里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脚本变了 变成什么呀 变成rvsrs的一个脚本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去复制一下 然后呢 去在这里编写一个脚本 哎 卡在这里呢 好了 哎 安装好了哈 网络稍微慢一点 然后呢 我们去vimuser下的什么 哎 local 下面的rc 下面的rvs 是杠还是下滑线吧 下滑线吧 rvs 然后呢 rs.sh 对不对 ok 那么第一条呢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去看 第一步呢 我们应该给他指定一个vip 那么大家可以去复习 去上面去看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原理图 我们第二 第二模式呢 是不是每一台上面 reel server每一台上面都有会有一个vip 那么这个vip在哪一个网卡上呢 在lo这个网卡上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上面有讲过的 ok 那么我们先指定一下vip vip等于谁 等于192.168.0.200 那么既然他们都叫做vip 那么就说明他们肯定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们的ip是一样的哈 那么这里我们指定一个vip 那么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还是关闭网卡 启动网卡 并在网卡上进行配置 对不对 并在网卡上进行配置 那么同学们 这里为 这里我们先给他关闭一下 这里呢 因为lo网卡 每一台机上都有 对不对 这个名字呢 也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说同学们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就 我们就直接的 修改了 我们就不去写那个网卡的名字了 依附当 然后呢 lo 依附up lo ok 然后呢 我们去依附 configure 去修改 修改什么 修改我们这个 lo这块网卡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好的 修改lo这块网卡 然后呢 多添加一个vip 然后呢 我们看到它的子网研码也是32哈 也是32 好的 添加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路由的修改 这个和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同学们这里呢 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四条 这里和我们上面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这里呢 后边还有四条 他们配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和arp有关 和arp有关 这四条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待会我们脚本执行就可以了 临时的让它生效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有疑惑 说老师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 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么遇到不认识的词呢 同学们可以去查一下 可以去查一下 那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忽视的意思 这个这个 这个跳过的意思 对不对 忽视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里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忽虑arp请求 忽虑arp请求 那么在上面 我们是不是有讲过这个东西 说为什么三台上面都有一个vip 只有我们的dr去接受请求呢 后面的两台为什么不接受呢 这个就要看到我们这里了 arp请求后面的所有realserver会忽略掉 那么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dr 也就是lis 这台机器上面的vip 才会去接收客户请求 才会去接收客户请求 那么这里呢 有对这个arp的协议的一个介绍哈 协议的一个介绍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后端的rs 拒绝拒绝这个不去响应这个客户端的请求 只让dr去进行 因为只有dr才能决定这个请求该去发给谁进行处理 对不对 rs是没有权限决定的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只是大家就这么去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课下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去简单的看一下 在你的大脑中有一个印象 ok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整个这个脚本就配置完成了 这个脚本呢 我们就配置完成了 然后呢 同学们 我们 去给他进行授权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去授权 chmode 755 user下的local下的rfbin下面的脚本 然后呢 我们去执行 好的 执行 然后呢 同学们 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该干什么呀 该去查看一下 简单的 我们去检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问题 ip 我们看看是否有新增 是不是在lo网卡下了呀 这次 lo网卡下有一个200的ip 对不对 32的自网研码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路由是否有相应的修改 路由也有添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 我们来去配置第三台 第三台 配置第三台 配置第三台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 说什么 来说 我们的第三台和我们的第二台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对不对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看这个脚本 我们看这个脚本 配置一个vip vip呢 和前面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关闭网卡 启动网卡 然后呢 去app ifconfigure 去配置一个lo网卡上的vip 然后呢 子网研码是32位 然后配置路由 然后呢 去配置这个arp 请求的静默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好像和刚才那个 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后端的real server 在第二模式中呢 他们的配置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我们就不去配置这个脚本了 咱们直接呢 将这个user下的local下的这个sbin下面的脚本拷贝到我们的第二台rs上 192.168.0.107下面的root下 好 yes ok 我们把它拷贝过去 然后呢 再让它去进行拷贝 对吧 我们在这边把它拷贝到vip 拷贝到rvs到user下的local下的sbin下面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一下sh执行 ok 然后呢 同学们 我们来去检查一下 ipvipa 然后呢 我们看到 是有这个ip 然后呢 我们看看路由是否也是正常的 我们发现路由这里也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 这个时候 当我们把所有的都做完了之后呢 在我们的第二模式中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同学们 我们要去进行测试 测试我们的rvs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个分发的功能 对不对 做到了分发 那么这里呢 同学们 咱们使用ngix来去进行测试 后端的两台 我们都去装一个ngix的服务器 安装一个ngix 好的 安装的还是很快的 安装完成之后 同学们 我们去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ngix的一个页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让他们这两个有区别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看出来效果 那么在我们的真实场景下 真实的生产环境中 我们说这两台应该是一样 对吧 应该是一样的哈 cd到 那么user下的share下的ngix下面的hml 好呢 我们去编辑index 这里呢 我们将这个所有的渗透s 我们先sit对吧 sitit 然后呢 我们去将所有的这个渗透s 修改为这个rse吧 修改为rse好 修改 我们看一下是否所有的都被修改了哈 ok 然后呢 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好像都被修改了 对吧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到第二台也去进行相应的修改 我们先让他这个大消息忽略哈 同学们 大消息忽略这样才能所有的全部都去改掉 渗透s 然后呢 修改成rs2 好的 然后呢 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ngix给他启动一下 哎 两台全部启动 好的 然后呢 同学们 我们先去访问一下 看看这两台是否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哎 咱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访问一下 192.168.0.104 对不对 回车 我们看到rse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192.168.0.107 即刻 rs2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到所有的rs都被改掉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 我们既然没有问题 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这个rvs来访问他 rvs是哪一台呢 同学们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要访问的是我们的vip 也就是192.168.0.200 回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哎 我们访问到了哪呀 我们访问到了rs2 对不对 访问到了rs2 那么rs2的权重 大家还记得吗 他们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我们来查看一下 怎么查呢 ipvsadmin-ln 对吧 哎 不要忘了哈 看 什么 107的权重好像是2 也就是我们的rs2的权重是2 rs1的权重是1 对不对 那么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当我们去访问一次rs1 那么就应该再去访问连续的访问两次rs2就对了 对不对 OK 同学们 那么我们现在去刷新一下 来刷新 哎 我们看到 好像这个rs2一直被访问 rs1没有被跳转 对不对 rs1没有跳转 那么这个会不会是老师翻车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为了验证老师为了自己去洗刷我的冤曲对不对 那么我这里呢 我们去通过老师的这个物理机的一个命令我们去操作一下 这里呢老师打开我这个呃终端 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curl curl 访问一下我的192.168.0.200 然后呢我们回撤 哎哎哎呦呦呦 这里我们取个第一行吗 同学们 哎我们 这是这里可以看到 对不对 可以看到 这里是rs2 然后呢我们再去访问 这里是rs1了 对不对 再去访问呢 又是2s2了 我不再访问呢 还是2 再访问呢 又变成1了 这里呢我们发现 是不是权重是2和权重是1 他们的跳远方式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发现它是正常的 那么老师没有犯车 对不对 那我们发现 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 什么情况导致我现在浏览器访问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一是2s1呢 2s2呢 那么这里呢 其实老师要给大家说的是 Ngix的一个配置 Ngix的配置 这里的Ngix的一个配置 导致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去配置下这个Ngix 老师这好像卡住了 我们去重新打开它一下 我们重新将这两台机器打开一下 好 然后呢我们去编辑一下 UETF下的Ngix下面的Ngix.conf 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搜索一个 KeepAlive 这里我们找到一个KeepAlive -timeout 我们把这个改成0 然后呢重启我们的Ngix 好的下一台也要改 把它改成0 然后呢重新启动 好的同学们重新启动之后 我们再去重新的访问 好我们从1开始 我们看到这里已经访问到了2se了 对不对我们再次刷新 2一次2两次1 2一次2两次1对不对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RVS第二模式的一个调整 那有同学说了老师为什么我们修改了这个参数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这个是Ngix它的一个绘画保持也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链接保持的时间我们看到什么时候过期呢 65秒过期就是说一分钟过期刚才我们访问没有超过一分钟 所以说它一直不会给我们进行跳转 只有超过了才会 这里我们改成0 所以说它就不会为我们进行保留了 它就会随着我们RVS的这分发进行跳转 nice sins 特别 二 最后 伕 感谢观看